玉旅派出所巡流远景在经过玉旅镇 中山路二段和民生街口时 发现了一辆自小客车没有熄火 更夸张的是 驾驶竟然大骂骂的江车 停在路口呼呼大碎 远景上前查探 原来男子不仅酒驾 还持有安非他命的毒品 全案在征讯之后 依涉犯公共危险罪嫌 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 内容移送了花莲地检署来侦办 一步自小客车没有熄火 而驾驶一次精神不济 低头手握方向盘呼呼大碎 警方为了安全起见上前关心 发现男子所驾车的车辆 排挡感还在抵挡相当危险 当远景靠近时立刻闻到浓浓酒气 唤醒这名男子之后 立即对他实施盘查 一查发现不得了了 警方当场对他施以酒精浓度检测 五姓男子酒厕值为0.53毫克 已经是涉嫌了刑法公共危险罪 而警方随后执行搜索时 更查获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一包 以及吸食器 全案在讯后依涉办公共危险罪嫌 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莲地检署展办 记者高双双预理检采访不到